最近看到新闻说俄军在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铁厂中 用了一些轮的炸弹 其实它是一些传统的武器 严格来说它也不叫化学武器 因为主要的作用是归入incendiary weapons 主要就是要烧烂所有东西 所以通常这些炸弹在半空爆炸 然后分散到把轮质的物质射到周围 变成一个很大的范围都会烧着烧到没完 破坏力相当惊人 其实俄军在敘利亚战争的时候 已经用过这些轮质炸弹 以色列军在加沙地带也用过这些武器 轮是一种矿物质 有些矿物在石头里面含有轮质提炼出来 轮有一个特性很容易燃烧 就算你放在空气里面也会无烟 大家看到这个图就看到轮质擠在空气里面 就已经可以无烟在这里烧 当它真的烧着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一些高温的东西 用一些火焰点烧它 它就会燃烧得很厉害 而且就会产生很大量的烟霧 它就可以军事上用来做烟霧弹 因为它点烧了之后 产生的烟霧就可以阻碍敌方的视线 来保护你自己那些军用的物资 一些关注人权的组织 很多年都在争取禁止使用这些武器 原因在于 其实就不是说只是它作为一个燃烧弹 那样烧了些东西 而是这些轮质如果双到人的话 它的影响也可以非常之大 轮这件事很容易燃烧 又很难熄的东西 基本上它一点烧了 一烧烧了的话 要么它就烧了所有 自己烧了之后会停 要么你就要拿走周围的空气 才可以令它的燃烧停止了 因为燃烧的过程中需要氧气 如果你能够弄走氧气 它就自己会熄灭 如果用了这些炸弹 即是这些轮质的东西 就黏在人体皮肤表面上 就这样计算 基本上它黏了之后 它就会不断燃烧 即是它就会一路烧一路烧 除非它都烧了自己 因为你在实际环境里面 你没有办法将空气拿走 令它熄灭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一黏在皮肤上 它就一定要全燃烧 这样才会停 所以你可以想象 轮引起的烧箱 就不同一般火烧箱 一般火烧箱 可能是比较表面一些 或者时间比较短一些 但是轮质的东西 如果轮炸弹 或者轮质的东西 黏在皮肤上燃烧的话 基本上它就起码都是第二 或者第三程度的烧箱 我们知道烧箱分一二三程度 一的话最轻的就是红了 二开始有水泵 三基本上是full thickness 就是全部的皮肤厚度 都已经烧了 如果因为轮所以引起烧箱 那个烧箱就不能够用传统的看法 就是有多少%的area 有多少%的皮肤烧箱来算 就算它很小的范围 因为它因为烧得很深 以及烧得很长时间 它的影响都可以很大 就算很小的范围烧箱 都可以致命的 处理这类烧箱的医护 其实如果在香港 或者先进国家 可能都比较少 因为始终这些东西 都是在战争的状态里面 见得最多 那处理上 其实医护人员都要有 特别的技术才可以 因为这些烧箱 轮质在皮肤里面 可以继续烧很长时间 也都怕这些轮质 如果医护人员不幸 这些轮质在整清理的时候 尝尝自己也很危险 处理过程 第一,一定要尽快移走那些衣服 因为很容易 那些轮质就要烧着衣服 又烧到其他地方 第二,一定要全程 用一些湿了盐水的沙泡 一路盖住它 一路浸住它 这样才可以 防止它继续燃烧 继续烧伤 接着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地将所有的轮质 逐一点逐一点移走 这样才可以 开始正式处理伤口 再者一样东西 这些轮质 它很容易融在脂肪里面 当它黏在人体皮肤里面 接着一路烧的时候 接着就烧到皮下脂肪 它就会经过脂肪 就进入人体那里 因为它非常之毒的 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心脏 肝脏、肾脏那些 很少的分量都可以致命的 另一方面 就是它那个煙霧 那些轮质 如果吸了入人体肺 那里也是非常之危险的 如果以外吞食了轮质 下肚子的话 初初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腸胃不息 吓吐吐那些 接着就有一段 就是中间的无症状的时间 再下一步 就会突然间影响身体很多的器官 而引致生命有危险 其实人类对初初知道这些轮质危险 在于多年前 就是做火柴的时候发生的 在火柴厂做的那些 很多小孩子 青少年那些 那时候很多童工那些 那些 就在那里点那些木条 点到那些轮质那里 就做火柴 那样 当时的火柴头 就是用轮质来做的 后来发觉很多这些人 或者这些青少年 就无端端说牙痛 但是弄了牙之后 剝了牙之后 一样是这样 接着就在那个 额骨那里 就发觉有个伤口 接着就穿了个洞出来 就流浓 原来发觉那个骨头 就坏死了 那就是说慢性 这样去接触到这些轮质 引起一样东西 就叫做Frozy Jaw 即是说那个下额骨 就自己会坏死 非常之得人害怕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 订阅 好 期待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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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ry to do this every day, call it replication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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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